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这么几个话题 第一个是中共他们如何控制军队的 第二个是谈一谈为什么 今年两次大规模的海军军事演习都提前结束 原因何在 第三个就是谈一谈跟全国的 民运通道和维权朋友 大家来寻求一下共识 今年下半年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想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倡议 什么样的计划 大家如何来一起行动 全民共振推翻中共专制 先从中共的这个统治术谈起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共 大家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 他是靠一个政党来统治全国 靠九千万人来统治十四亿人 那么他靠什么东西来统治来控制这九千万人呢 九千万人毕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每个人的心思思想甚至利益都不见得完全一致 他怎么样能够压服这九千万人 让他们不敢产生二薪不能有异动呢 靠的是军队靠的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中共的一个统治的原则 他们虽然经常说是党指挥枪 但是实际上从尊义会议开始一直就是枪指挥党 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这个政党 那一旦这个政党里面任何人有异动 马上就动用军队对他进行镇压进行肃反 政权靠的是军队的暴力 但是军队它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就现在来说差不多有200万的这个正规军 还有一百万的这个武警 这庞大的群体他又靠什么来统治军队呢 靠什么让军队服服帖帖 那有些人说就是靠着军队这个指挥体系 那一层一层的压下去 中央军委就管各大战区 各大战区就管底下的师 师就管团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某一个师对习近平不满 马上就要发动政变 习近平怎么办 那如果是有一个团 那对这个师长不满 那发动军变 那把师长干掉了 那怎么办 但是大家看见 在中共的这个建政以后的历史上 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 没有出现过军队失控的这个局面 为什么绝对不是靠啊 这一套表面上的军队的指挥体系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猜到了 就是靠的是啊 这个军队的情报系统 特务系统 在军队里面呢 他有几个情报系统啊 你看总参有二部有三部 还有总政治部的 还有联络部 那是过去的啊 现在习近平的进行军改之后啊 过去的四个部 现在要变成了15个部门 那军队的情报部门呢 现在正在重组 情报部门确实是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重要的因素啊 一个是骨干的核心的因素 掌握了这个情报 那么任何人一旦有异动 那这个情报部门 马上就反映到最高决策层 这个统治者 统治者根据这个情报立即做出反应 所以任何人呢 他只要有反常的情况出现 上层马上就会对他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啊 他就控制住军队 整体的军队啊 这个军队的整体就不会出现了 失控的局面 但是这个情报系统呢 如果是情报系统的头子 他如果是出现问题 或者是某一个情报单位 他如果是出现问题 那这个军队怎么办呢 所以这一套表面上的情报系统啊 他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起到的还不是啊 不是这个最决定性的作用 还有一套隐秘的情报系统 这一套情报系统呢 那才是真正的真正的 控制军队的法宝 这套情报系统是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从邓小平执政时期开始 邓小平上台以后 他呢本身没有毛泽东啊 那种一言九鼎的那种权威 那他靠的是什么统治这个军队呢 他靠的是和各大元老家族 共治天下的这样的一种手法 他把这些元老家族都聚合起来 就告诉大家 这个统治国家靠的是军队 所以我们各大家族啊 在军队里面都各自安排人马 那么各大元老家族呢 就把从亲信里面呢 培养人才 把这些人呢安插到军队里面 一方面呢是作为军队的指挥官 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 他是安插了一大批人 每一个元老家族都安插了一批人 在军队里面呢是做情报工作的 是监视工作的是做特务工作的 那么大家每一个大家族都不能够完全的控制军队 只有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控制军队 才能够有完整的情报 所以说用这种体系就确定了各大元老家族 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靠这一套的机制啊 他保证了这个在89年呢 他能够有能力把军队的意志统一 然后调集全国的军队进北京进行镇压 没有一个军没有一个师没有一个团 没有一个连敢造反 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啊统治军队的法宝 那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上台 他当然他是知道有这么一套系统的 他没有办法做出改变 只能是消归朝随 他这个要这一套系统来支持自己 那用的是贿赂的办法 他让这各大元老家族闷声发大财 你们各自不仅在军队里面 有掌控军队的能力 而且呢为自己各自的家族牟利 所以在江泽民时期这个贪腐啊 就泛难成灾 各大元老家族就不仅仅是掌控了军队 而且瓜分了国家的财富 那用这种办法江泽民获得了各大元老家族 对他的支持也就是获得了军队对他的支持 那到胡锦涛上台之后 胡锦涛本身是一个弱主 是一个傀儡 其实实际上还是江泽民说话算数 所以说这套体系一直延续到胡锦涛下台 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微妙的改变 所以各大元老家族呢认为习近平 这个是跟红苗正的这个红二代 江泽民呢最多是算半调子红二代 那么他们对习近平的支持 在开始的时候绝对要超过江泽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那个底气啊那么足 想打谁就打谁 指哪打哪 不仅是在这个官僚体系里面 大肆地打击这些平民派的官僚 而且呢还在军队里面搞反腐 在军队里面呢搞掉了八个上将 四个军委副主席都被他干掉了 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呢 就是靠的元老大家族和他们在军中安插的 情报系统的这种支持 那当然了 明的那一套情报系统 也是支持习近平的 在他刚开始上台之初 比如说叶雪宁的那个情报系统也是支持的 那么明暗这两套系统 叶家在其中呢扮演的非常奉励 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叶雪宁呢是明暗两套情报系统 它一个汇聚点是一个结合点 所以叶雪宁这个人呢 在习近平上台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这个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在呢这个军队的这两套体系啊 都发生了变化 对习近平的支持度就大为减弱 甚至是说这个体系里面的一大半 已经放弃了对习近平的支持 已经占到了反对习近平的这个行列了 为什么呢 那首先就是习近平他想靠这个反腐 来建立个人独裁的这么一套体制 想重走老毛独裁之路 这就给各大家族敲了一个警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习近平一个人一人独大的话 那么各大家族怎么能够相信他 能够保护大家的财产 如果他要走老毛的路 那么其他的人都变成了刘少奇 都变成了彭德怀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就是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各大家族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对他相当的警惕 那么第二点呢 让各大家族放弃对习近平支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美贸易战 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之所以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况 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 左倾茂进的这个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的政策 那引起了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个不满 让他们正式启动了对中共的贸易战 过去这三四十年 中国之所以经济一路发展 就是靠搭着这个美国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让你能够像世界市场大规模的进军 你才能够有发展的 现在你反而想利用这套体系来建立全球的霸权 完全破坏了这个邓小平时代确立的韬光养晦的这种政策 所以呢造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东美贸易战的这种被动局面 贸易战损失最大的是谁啊 是中共的这些元老大家族 因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全部在他们手上 中国赚的钱绝大部分都归于这些大家族的他们的金库 那么这个国家整体经济走下坡路 甚至经济崩溃的时候受损失的最大的是他们 而且呢随着美国的贸易战和这个政治围堵一步一步的加剧 极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 美国就可能宣布中共的这些贪官 这各大家族在美国在西方世界所藏的金钱和他们的财产 一旦公布出来那么各大家族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大家族就埋怨习近平 你这种搞法把中共元老家族整体的利益 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这个时候不能让你继续进行下去 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你军队里面的情报系统 控制这个国家的核心核心的这样的一群人 就已经站到了习近平的对立面 所以最近大家看见的这个政变兵变的这种传闻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这一次没有成功一定会有下一次 而且不会太远 那当然了习近平他作为军委主席 他还有一点点权威 如果是军队上层的不支持他 他还可以利用军队中下层官兵的支持 来控制这个军队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呢今年习近平连犯了几个错误 其中两大错误让他在军队里面的支持度降到了最低点 那这两大错误就是今年的两次海军军事演习 那第一次呢是今年4月份 原定的是4月11号到13号 在南海在三亚附近的这个海域 进行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次演习呢习近平是带了全套的班子 军委的班子一起登上了中国的这个舰艇 他不是一次实弹的演习 因为如果是某一个舰艇 突然向习近平和中央军委所在的这个军舰发射导弹怎么办呢 所以说他不敢实弹演习 只是在海上列队进行军演 但是这么一列队之后呢 美国的那个时候被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非常的不满 听说了这个演习之后 而且是非实弹演习的这个消息之后 就直接派出他的这个罗斯福号这个航母攻击舰群 直接开到了中共军事演习的这个地点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两军对垒的局面 但是罗斯福号他是荷枪实弹过来的 那中共的这一边呢完全是没有防备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中共自然的心里面就非常的非常的惧怕 美国军队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就是美国的军人如果想主动的攻击某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那么必须得到总统的这个授权 但是如果美国军人遇到了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明显的威胁 或者是攻击的话 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可以进行反击 那么当两军在南海进行对垒的时候 那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判断 就是美军判断说你们的这个 你们的导弹已经对准了我们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攻击 我们的美国的军舰受到了这个极大的威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攻击你们 我们这个舰长就直接可以下令攻击你们 那这个时候大家不就就失控了吗 所以说习近平和他的中央军委的那个班子 当时也就担心了在这样一种局面失控的情况下 他们被人家一锅端了 中共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这个实力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罗斯福号的这个航空母舰群 足够可以摧毁中共的所有的军舰 所有的海军力量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习近平就认怂了服输了 马上停止军事演习 他带领的这个中央军委的班子也很快的就登岸了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海军军事演习 让中国的海军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 所以海军由此对习近平产生了不满 那这是第一次丢了面子 那第二次呢就是前几天 原定于7月18号到7月23号的在东海的军事演习 本来是计划的是六天的军事演习 但只进行了三天就提前结束了 为什么呢?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是 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演习的任务 所以说提前结束 这个是太荒唐了 谁都不相信的 搞这么一场大规模的 五十几艘舰艇参与的这种军事演习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说你规划的时候出这么大的楼子 本来规划是六天 结果三天就完成了 那你这个规划不就是白做了吗? 你这个规划的水准不就太低了吗? 这种说法是绝对靠不住了 也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台风 也不是的 台风是可以预测的 是可以预报的 如果一场小小的台风 都能够让你的军事演习 能够提前结束的话 那你这个海军也就别干了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海军降临 集体抵制这场军事演习 为什么呢? 这场军事演习 跟上一次四月份的 在三亚的那场军事演习不一样 这次是实弹的军事演习 那么当你实弹演习的时候 又在东海这个地方 东海这个地方呢 又是这个美日韩台 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 在那个地方已经布下了层层的 这个侦察的体系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监控 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进行实弹军事演习的话 那么也就是把中国海军的 他的实力完全暴露在敌方的这个监视体系之内 一旦敌人对你的作战能力了解的一清二楚 那么下一次真正的大战开始的时候 你在明处敌人在暗处 你这个海军怎么能够跟敌人打仗呢 那不一出战就要全军覆没吗 所以海军将领呢 对这一场演习是抱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但是因为中共的这一套专制体系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敢提 直到演习开始的时候 才有一些将领呢 跟正在广州诸岛宾馆疗养的江泽民 前军委主席江泽民抱怨了一下 江泽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你们可以向中央军委直接提出来 提出这个意见 因为这个关系到中国海军生死从亡的一件大事 绝对不能够照顾到任何人的个人情面 就直接提出来 让中央军委重新讨论是否能够提前结束 那么这些海军得到了江泽民的这样的撑腰 就斗胆集体向习近平提出来 如果是这场军演进行完毕 把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能力火力 全部让美国台湾日本韩国知道 那么我们今后在东海地区就没有办法再作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大家强烈的要求中央军委提前结束这一场演习 所以这场演习到了7月20号的时候 习近平顶不住这个压力 宣布以前结束演习 这一次军事演习 中国海军伤的不仅仅是面子而是理智 经过这两次军演之后 习近平在海军里面的声望 已经是降到了零点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草包 他的手下的那一批人 中央军委的那一批人 由于担心成为自己成为 选择性反腐的这个对象 所以也不敢跟习近平提出任何的意见 凡是习近平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他们都满口答应 不管这个国家的生死 不管这个中国军队的生死 习近平本人呢 他虽然在军队里面混过几天 当过军委副主席耿镖的秘书 但是他没有投入过任何实际的战争 没有任何的战功 所以他在军队里面本身的声望是不高的 靠的就是完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情报系统对他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呢 情报系统已经不再支持他了 那么他在广大官兵中的 又显示了他自己的无能 所以他在中下层的官兵里面 他的威望也已经荡然无存 可以说习近平这个政权已经尽失了军心 如果是将来一旦老百姓有异动 或者是如果有政变 那么军队一定不会站在习近平的这一边 一定会站在反对习近平的那一边 那前几天呢我们谈到政变了 这个已经谈的够多了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明辩 谈一谈全民共振 现在大家都知道 到处都有老百姓上街来抗议来反抗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分散 那被他们的这个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都分而自知 不能够成大气候 不能够对他们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破解这个网格化维稳体系的这个利器 就是全民共振 就是让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老百姓 一起来动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维稳体系的这个大坝上冲开一个缺口 这个时候啊 就会把全国老百姓的这种愤怒的洪流都能够引发 让它破敌而出 那席卷全国 这就是全民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各地区各个阶层的老百姓 大家一起行动在同一个时间在少数地点集中力量 一起行动产生共振效应 冲垮这个政权 怎么样来实现这一步呢 我们呢 这个全民共振平台接受国内民运和维权同道的委托 在海外成立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呀 这个工作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理念推广的阶段 从我们平台三月初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 主要的大部分时间呢 是在推广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推广的阶段呢 到现在为止啊 现阶段呢 就开始结束了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行动的准备阶段 不是行动阶段 而是行动的准备阶段 怎么样准备呢 进行全民共振 一定要具备两个能力 第一个呢 是组织能力 第二个呢 是动员能力 组织能力呢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政党 我们只能够结成一个一个小的团队 民运的团队 维权的团队 那么通过这个团队呢 来吸收 接纳这个各个抗争群体的那些骨干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如果是我们 我们主动的去联系我们本地的这些维权抗争群体 比如说这个抗强拆 抗强争的群体 退伍老兵的群体 民办教师的群体 下岗工人的这个群体 联络到这些群体抗争行动的组织者 是骨干的参与者 那么把他们吸纳进我们的团队 这就是我们的组织工作完成了 一旦这个组织工作完成了 我们就收集这些群体的信息 研究他们的诉求 然后呢 进入他们的这些群体内部 掌握他们的联系的方式 收集他们的微信号 Juco号电子邮件 那么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 在将来我们需要行动的时候 行动的倡议行动的信息 发放到这些群体当中 那么就可以定点的精准的 对这些本来就有抗争意愿的群体 进行动员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动员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我们的这民运团体 威权团体才有真正的政治实力 所以说现在这些阶段 我们就是在推动 在和各个地区的各个阶层的 一些抗争的这个组织者和骨干 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 大家都来做这样的联络工作组织工作 为未来的这个大动员做准备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大动员的阶段 现在还没到 那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全国各地 这些全民共争的支持者参与 我们形成共识 确定一个最好的时机 然后向我们联络的一些抗争群体 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进行大规模的动员 促成大家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的地点集中力量一起上街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什么时候到来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 那在十一前后 极有可能这个时间点就会到 有这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呢是中国现在经济 是急速的下滑 这个由于贸易大战呢 中美贸易大战 给这个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那么当经济跌到谷底的时候 他们的维稳力量维稳资源 也是降到了谷底 那么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盘剥 那也会变本加厉 这个时候老百姓的反抗情绪 就会这个冲到顶点 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反抗的能力 和情绪到达顶点 另外一方面呢 是这个维护统治的能力 跌到了谷底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最佳的 最佳的全民共振的时机 我们认为这个时机是在十一前后 所以希望所有的民运维权同道 大家都来大惊准备继续关注 那整个待旦 今年十一前后 我们呢 争取今年十一前后 我们呢 来实现共振 破局中共专制统治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